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上次跟大家报告了 这个鱿鱼游戏 最近呢 Apple推出了一个这个戏啊 叫做 各位不知道看到没有 叫Dr.Brand 有人翻译成大脑 这个什么大脑游戏 这是一个科幻的惊悚影集啊 这个是Apple 因为这个是Apple的这个Apple Plus 那Apple Plus的Netflix 是他自创原创的剧 那这个Dr.Brand 也是他自己这个自创 那这个韩剧呢 这个韩国的文创是非常的厉害 我们看到从BTS防弹少年团 到这个奥斯卡的寄生上流 而再加上最近的犹豫游戏 都是破表 那这个最近的这个Dr.Brand 是不是能够再继续的创高峰 值得我们观察 因为特别是他是在这个Apple Apple Plus上面所推出来的 那我们只能说 我们对韩国的文创产业 实在是太佩服了 那未来我们希望台湾 台湾最近当然这个台湾大 引进了Disney Plus 很多人去这个订购 但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 台湾的原创的剧集